好 雙A大戰持續的延燒 這是筆記型電腦的品牌雙A之間 這幾年都是大起大落 之前在紅機的部分是力壓華碩 他們登上了全球PC的第二名 沒有想到行動裝置一星期反而被打掛了 因為紅機爆出虧損的陰霾 相反的華碩則是逆風而上 在今年第一季亞太區PC的市佔率 已經是幾下紅機了 第一次幾下紅機現在是往上再持續攀升